有本事呢想看陸地一字化的流派 陸地一字化的流派呢分为两种 一般的话就是8848流还有超宫雪怪 正好开了超宫 所以先更新超宫雪怪 后面再跟8848流 带了9个超宫9个雪怪 2个超炸 2个气球 还有一个法师 OK我们呢直接去部落站 上面呢全都被打了 只有这个7号没有被进攻 我们来看一首 这个阵型的话呢 旁边都是有缺口的 是一个典型的引导阵 那也不要慌 我们一字化就完事了 反打 一般往一字化的流派呢 开局都会先把两边断一下 压缩一下平面 这样等一下大部队呢 就不会歪向两边 都往中间走 好断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这边雪怪 滑起来 滑完之后呢就下4个英雄 然后再加一个滚木战车 超宫在后面一点点 对不要被那个鸟炮的伤害 给建设到 好这边进来 我靠这里好几个炸弹 直接给个金身保护一下 哇去 给他这里四五个炸弹 全部大炸弹都放在后面啊 这个金身就得交出去 然后金身结束之后呢 就得注意两边的投石炮 他大炸在后面 基本全部探出来之后呢 就应该没什么大炸了吧 就注意一下 两边的投石炮就可以了 这个阵型的话呢 只有一个多头塔 在前面那边大炸一起给个金身已经过掉了 然后这里给他一个狂暴 让女王去爆本 然后润土从上面收割另外一个投石炮 好 女王这边的话吸引了投石炮 那基本的话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还有这两个叉弩 润土应该可以解决掉吧 女王这边等一下有个技能 他没照过去先打单头 那技能就只能先逼出来了 不要慌 这里还有好几个超级弓箭手呢 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成功拿下三星 那下次有开那个超法的时候呢 再更新一手8848流吧 哇靠哇靠 炸弹有点多啊 女王直接被炸没了 泳王再戳墙 但时间还有一分多哦 慢慢戳也没事 成功拿下三星 本期视频呢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